如果有人说,有一种东西可能导致白病,那么这个东西非炎症莫属。 生活中,很多人受到过炎症困扰,小到毛囊炎、边炎、大到肺炎、肠胃炎。 它们会对人体产生哪些影响? 首先,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炎症。 炎症,就是平时人们所说的发炎,是机体对于刺激的一种防御反应。 在机体组织出现损伤时,会引发炎症反应,以防止感染的扩散, 刑除外死组织,恢复器官功能。 如果人体没有炎症反应,机体将不能控制感染并修复损伤。 通常情况下,炎症是有益的,是人体自动的防御反应。 但是有的时候,炎症也是有害的。 例如对人体自身组织的攻击,发生在透明组织的炎症等等。 出现炎症反应并不一定是坏事,但它一定不能失控。 如果完全放任不管,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。 一般来说,炎症的局部表现包括红、重、热、通合功能障碍等。 当炎症局部病变较严重,边缘微生物在体内纳炎扩散时,就会出现明显的全身性反应。 例如发热、心理缴快、血压升高、寒颤、电视等。 严重的全身感染还可引发败泻症,甚至导致休克。 当炎症失控时,重要器官的组织和细胞因为受到炎症因子的攻击而发生严重病变,影响相关功能。 因此,炎症常被视作多种疾病的源头,如糖尿病、神经系统疾病、肥胖症、抑郁症、 心血管疾病、癌症等疾病。 控制炎症出现,健康的饮食很重要。 底下气中饮食习惯,可能让炎症悄悄找上你。 建议大家认真看完。 1. 吃得太清洗。 大米饭、板馒头、板面包等,这些经加工煮食富含精致碳水化合物。 血糖反应较高。 血糖水平升高,会刺激胃导素激素的分泌水平升高。 使得儿塔-5和得儿塔-6脱宝和酶活性上升。 使亚油酸转化为花生4-C酸,从而提升炎症因子水平。 2. 吃得太甜。 高糖食物会消耗体内大量的B组维生素,导致炎症反应升高,增加患慢性炎症的风险。 研究表明,当人们吃和喝更少的糖时,血液中的炎症标记会减少。 3. 吃得太咸。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发现,高炎会通过活化血小板,激活参与炎症反应的细胞,进而造成血管炎症。 高炎饮食可导致炎症细胞减润增加,炎症水平升高,损伤血管,抑制脑促重,心肌肺厚,关心病,心肌根丝等。 临床上,高炎饮食的人如果尿耐量达到每24小时100毫米2,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就会显著增加。 4. 吃得太油。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,每个健康成人每天的食用油摄入量应该不超过25到30克。 砍发在《知智研究》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,当小鼠质高脂肪炎食时,小肠中细胞的应激反应与病毒感染的反应方式相同,引起某些免疫分子的产生,并导致全身炎症。 5. 尝试加工肉类。 从烹调角度来说,防纹烧烤、熏制、炭烤都会带来粗盐物质,包括多具房厅、杂花案类等。 这些成分也是已知的致癌物。 虽然腌制后烤到浆黄色,深褐色的肉类味道特别诱人,但美拉德反应中产生的糖基化末端产物属于醋原物质,也不利于多种慢性疾病预防。 因此,建议大家少吃鲜肉、银肉、火腿、烤肉等加工肉类。 6. 零食吃太多。 很多零食都含有反式脂肪酸。 有多项研究都证实反式脂肪酸不仅对血脂有害,而且是一种强力促进炎症的食物成分。 反式脂肪酸又叫氢化植物油。 室面上常见的纸织末、人造奶油等都属于反式脂肪酸。 反式脂肪酸进入人体后难以被消化吸收,会一直在血液中增加胆固醇。 进而引发各种心血管疾病,还会影响记忆力。 各种添加了氢化植物油产品的零食电信、甜味奶茶、以及煎炸食品,都是反式脂肪酸的可能来源。 7. 经常饮酒。 酒精主要的危害之处,在于对肠道粘膜屏障的损害。 一次醉酒即可又发肠漏。 而肠龙时,不仅会出现肠道炎症,肠道细菌毒素还可进入血液,诱发系统性炎症,从而导致毒器官的损害。 如果你发现自己处于斑性炎症之中,那是什么东西能帮助我们消除炎症呢? 以下七种抗炎食物,建议大家了解一下。 1. 全穀物。 全穀物包括杂粮、粗粮或颗粒完整的穀物。 有助于抑制炎症因子。 全穀物食品和未经过前加工的粗粮,消化速度慢,能防止血糖周生。 有助控制炎症。 一餐俗食的全穀物,还能有效抑制下一餐中高糖油发的炎症因子水平。 2. 新鲜蔬菜水果。 蔬菜水果中富含各种维生素、膳食纤维。 足量和多样的蔬菜水果摄入,有助于抗炎。 所有粒叶菜都富含酶元素,有利于缓解炎症。 苹果、单肌、葡萄及深绿色叶菜中,富含多分类物质。 胡萝卜、南瓜等黄橙色食物中富含类胡萝卜素。 这两种物质都有利于降低炎症反应。 建议每天摄入蔬菜300到500克。 水果200到350克。 3. 大豆及其制品。 一些优质豆类,如红小豆、绿豆、豌豆等, 富含B组维生素、酶、 酱和克荣性膳食纤维。 研究表明,在不存在豆制品不耐受的情况下, 大豆蛋白有助于抑制炎症反应和提高胰岛俗敏感性, 缓解焦虑抑郁等。 4. 核桃、杏仁和巴西坚果。 近日,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, 涉及634名参与者的研究发现。 核桃有明显改善心脏健康和降低炎症风险的作用。 另一项研究发现, 收拾者连续四周添加杏仁占每天20%的卡路里的饮食, 结果炎症标志物CRT减少了10.3%。 TNF、阿尔法减少15.7%。 研究了解轮施含杏仁的饮食, 可以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炎症和氧化因机。 5. 钓马子。 人体必须的脂肪酸有两种, 欧米嘎3和欧米嘎6。 欧米嘎3有消炎作用。 欧米嘎6有醋盐效果。 花生油、菜籽油、玉米油等, 其中欧米嘎6的含量远远多于欧米嘎3。 因此油吃得越多, 体内的炎症风险就越高。 欧米嘎3是一种多骨包含脂肪酸, 存在于核桃、亚麻子等食物中。 6. 茶。 白茶。 绿茶。 绿茶。 乌龙茶等茶叶中富含耳茶素, 有利于抗氧化和消炎。 7. 一些调味品。 生姜、辣椒、肉桂等配料中含有大量天然抗氧物质, 如姜黄素。 可以在做菜时适当放一些炎食上的炎食上的炖舍离。 上面主要说了吃什么,但大家别忘了不吃什么的重要性。 吃再多的抗氧食物,却没能减少醋炎食物,也难以起到抗氧效果。 1. 酥食可以有效减少炎症程度。 2. 减少或拒绝摄入精致碳水化合物。 3. 减少热量或者间歇性端食,有助于降低炎症。 除了以上内容,我们还需要剔除过敏源。 有些人对复制或对斗类过敏, 我们也要严格注意过敏是引发炎症的重要原因。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,强健的体魄以积极的生活态度,也有助于消除炎症。 日常生活中,除了要关注女士健康, 还不要忘记坚持规律合理的锻炼, 以及并欺慰自己的精神减压。 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。 智慧养生,我是老张。 祝大家都健健康康,平平安安,快乐长伴。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。